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念一下 这个字比较小 法人观点 摩根投信称 这个摩根投信就是摩根Stanley 就是所谓MSCI的指数编撰的这间公司 他讲台股权重近四年来 近四年首见双身 显示在雅谷当中表现名列前茅 主要这则新闻是来自于怎么样 台股出现睽違四年的双身喜讯 在MSCI的新兴市场指数 以及MSCI新兴亚洲指数 这两个的权重都获得调升 这两个都成双身的结果 睽違四年 那这个是今天最急事的新闻 最急事的新闻 好 那台北股市我们看今天收周线 本来昨天美股大跌 可是台股开低之后迅速往上 到中场 中场前甚至一度翻红 到最后小跌0.17点 差不多就翻到平盘附近 力手10,300点的整数关卡 好 这个是大盘今天的表现 礼拜五 好 那我说记不记得过去 我跟各位讲一件事情 我说逢缺必补 那么今天把最后一个缺口也补掉 也交代完毕 好 好 这个缺口10250 我当时跟各位讲 这个缺口10250是 正式突破1万点之上的一个突破缺口 因为你1万点 1万0100 1万050 这些都不算站稳 你至少要3% 也就是你要站在1万0300点之上 那个才叫做正式站稳 而6月份的那个10250的突破缺口 就是让台股这一次 站上1万点的重要关键 没有那个缺口 台股不算站稳1万点 不算站稳1万点 好 来 我在6月30号跟各位讲 逢缺必补有没有 我说多头不便 请记得这两句话 这里面缺口 不管是多方缺口 红色的或空方缺口 都有做回补 我说唯一这个没有 我打个问号 记不记得 6月30号 我打个问号在这里 对 好 那这个缺口 这个地方就是10250 也就是正式突破1点的 一个重要缺口 但是结论在什么地方 在于多头不便 在于多头不便 简单 二要的 拉回 拉回 找买点 当时大盘跌到9622的时候 我想在这里大家都很害怕 大家都说是M头 对不对 可是后来是不是多头不便 到6月7号创新高当时 当时还没站稳万点 10242 但是每一次他会震荡 去修正 对不对 修正背离 我说你掌握背离修正 或是利用大盘下跌 逆势很重要 这两三天大盘 一二三 这三根黑可以大盘跌超过300点 杀到季线附近 第一个 这个季线是上扬的 第二个 过去打到9622这个地方 也打破季线之后 也是一样 从9622一路大涨到10619 也涨了多少 将近1000点 对不对 你在这里一定很多人跟你讲 是M头 我昨天是不是跟各位这样讲 你打到季线附近 季线是上扬的 那就是买点 可是不是叫你 什么都买 我当时讲 5月11号的时候 我说不怕一万 我根本不怕一万点 我怕你买不到 万一你买不到新的标股 你要买的是 站上万点之后 才正要飙涨的股票 你不能买 已经涨一大段的股票 简单来说 就是买未来三个字 我有没有讲过这个话 有些事情 你现在不做 明天你一定会告诉自己 笨笨笨笨笨 为什么不赶快做 也就是说 今天不做 明天就会后悔 当时5月11号的时候 大盘首度站上万点 我说这个股票 请你注意 滑琴 才刚刚开始标 你要买万点 才开始标的股票 我讲随时会过高 我讲随时会过高 有没有 当时之前都没有涨了 我那时候已经跟各位讲 他Q1 EPS 一季赚赢去年上半年 在5月11号的时候 我利用大盘第一次站上万点 我告诉你 要赚钱就是买未来会涨的股票 就是买未来的主流 你一定记得我跟你这样讲 今天大盘开盘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一开一定非常恐慌 为什么 一打达到10238 把那个10250的多头缺口 整个回补掉 对不对 我说回补掉之后 你就小心 这个地方交代完毕之后 该走多头的 还是要走多头 打到10250 看不懂的人 糟糕了 完蛋了 我早就在一个多月前 跟各位讲 逢缺必补 交代完毕之后 多头不变 那今天大盘在叠 有没有看见 逆势股 为什么跟你讲 逆势股特别重要 华琴是不是逆势在创高 你不要怕大盘跌 对不对 最后一次 来到10545的时候 大盘震荡 我说你在利益用大盘 10545 攻到10545的时候 华琴相对强势 有没有 7月14号 我说他推出全球首款的 多插槽比特币 挖抗主机板 这就不用讲了 对不对 这个我们在之前跟各位讲过了 那6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是不是又涨停 是不是又涨停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 有些事情你当时不做 未来会后悔 现在不做 未来会后悔 有没有 短线强势 长线低档区 有没有 然后我跟你讲 你自己看第二季EPS 有没有看见 公布半年报 1.52 赚赢去年全年 1.39 我当时还有人问我 老师那你比特币 你要做什么 我说 起码 滑琴让我安心 可是很多投资朋友 有些汉讯呢 我说汉讯不是不好 但是 你要注意 财报的部分 稍微留意一下 对不对 要我来选 假设只有两个选择 3515跟65 这个6150 我一定选3515 不是创高吗 不是创高吗 那今天是不是在逆市创高 这些东西 未来还是会进行 你还是要去买 像滑琴这种逆市的股票 你这样才能够赚钱 那么我请问各位一点就好 从1万点到现在 这礼拜见到10619 撒下来 指数跟这个关联性在哪里 一点关联都没有 真正重点是 我在1万点 能够带你做滑琴赚钱 我到现在 我还是跟你讲 未来还是有像滑琴这种股票 我们可以赚钱 就是常跟你各位讲的 你要买是买未来 美其马 今天再攻第四只挡成板 我跟各位讲 这个东西你都看到了 你都看到了 这是一个机会 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利用大盘 今天开盘再下跌 美其马再攻涨停板 8月11礼拜五 美其马 再攻 涨停板 锁住 今天大盘回挡 今天大盘开盘还在延续重挫 虽然尾盘拉起来 前面跟各位讲的很多了 我说逆势股的重要 所以接下来 我还有很多像这种的 要来带各位布局 当然我知道美其马 一定有人也在讲 可是我告诉大家 这个东西 不是人人能做 不是人人会做 就算是很多人去 蒙到一档美其马了 那下一档呢 你要正确的逻辑 观念去推演 你才能赚得到钱 所以我说 大盘这几天 跌了300多点 我带你 我介绍你的美其马 今天再创 第四支掌停板 创下新高 这就是功利 我不是神 我没有买到最低 对不对 关键时刻 试驾买进 涨停板 两天两支 两天两支涨停板 白纸黑字 白纸黑字 三根涨停板 重点在于什么 礼拜三大盘是不是大跌 我是不是跟各位讲 逆势股的重要性 对不对 是不是在功高 礼拜四 在震荡整理 礼拜四跌得更惨 礼拜四跌得更惨 对不对 它是不是还是一样过高 今天呢 直接再给你 攻上掌停板 拉住怎么样 拨断第四根掌停板 开不开心 8s1号 开不开心 对不对 那接下来 我们还有很多像这种的 我不敢讲非常多了 起码 至少我现在准备两支 会像美琪马这样子 会像华琴这样子 利用大盘跌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跟各位讲 大盘今天如果没有跌 我不敢这样的讲 我就是因为看到大盘跌修正 有些股票 它反而不动无三 它反而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 你知道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吗 那代表筹码相对安定 那代表怎么样 它的业绩已经有人掌握了 所以我想华琴 3515 美琪马4721 华琴3515 这些股票在算新高的背后 它的含义在什么 第一个 你不用再去追华琴 你也不用急着美琪马 我说要做事情怎么样 你要跟我从底部进场 去复制 我就举个例子 有一档股票 最近我看了很久 毛利率高达五成以上 而且 它是短线强势长线低档股票 你看 华琴 对不对 我不要讲说 我那时候跟各位讲 这里 这段我们就不要 不要谈太远了 从五月份 这个那张旗展 跟各位介绍 我们拿掉好了 我光讲这一段就好了 七月整理之后 八月再往上公高 你看大盘就好 来 有没有看见 大盘这样下来的吗 你这样才看出标股 对不对 对不对 这我们刚刚讲到 美琪马 你才能看出标股 对不对 那这股票你看看 反而买 上去 量缩压回 反而还在买 现在在这里 那 现在这股价 跟法人的成本 相去不远 而且毛利率高达五成以上 我认为就会利用大盘 当大盘在 在 在指稳的时候 这股票一定会喷出 因为它是属于短线强势 你可以看到 从往面已经有人进去 而且呢 用强势表态 长线低档 所以各位 你一定要把握 说不定礼拜一开始 就是像这种股票 就是像这只股票 它就会上去了 那我问各位 这是不是刚刚开始 你说 老师啊 美琪马 我不敢买 就是不敢买才嘎空嘛 对不对 华琴嘛 这已经涨一大段了嘛 老师我不敢买 OK OK 那这个股票 1658标股班 新生招募 也就是说是全新的标的 即将要标的股票 还没有要标 但是即将要标的股票 我们要做就做这个 礼拜一呢 我们同步进场布局 但是亲爱观众朋友 记得一点 你要有我的讯息 我带着你 你才会买 不然这盘是震荡 你抱不住 你抱不住 所以168标股班 一定要拿到 一定要注册 新生招募 我们先进广告 待会马上回来 有一个小伙子 要有一个高标的股票 请大家看 5 4 3 2 逆市的重要性 像今天这个原项 有没有礼拜五 今天大盘是跌的 可是你看它慢慢垫高 中场收最高 收118块钱 当时我跟你讲 大盘在横盘震荡整理 都还没有突破10545 那个时候 我讲原项已经开始 发飙冲出去 这个就叫什么 见为支柱 到8月7号再工涨停 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 半年报2.13元 去年全年1.2元 也就是说 它上半年就赚去年全年 快一倍了 快一倍了 是不是 所以法人持续买超 那接下来你要留意 资源 3035 也是一样 2.73 去年1.14 这是超过去年两倍 全年 上半年2.73 是去年全年的两倍以上 震荡整理 3035 逆势股的重要性 这个值得 7月1周再创历史新高 有没有逆势 今天大盘大跌 开盘大跌 稍微交代一下之后 胖一个 123 第一季营收在这里 第二季营收在这里 6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7月营收再创历史新高 1597 逆势股很重要 当然有的时候 可能投资朋友 因为选择太多 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会对照来跟各位讲 有一些弱势的股票 可是我觉得不方便的原因是 投资朋友如果有手上 那些弱势的股票 其实在看我分析 他会觉得心里面不舒服 所以我基本上 我就跳过去了 但是有些股票 我跟各位讲 要换股 要换股 我只讲一档股票 你注意就好 这档股票 现在没有人在讲 你看从这里涨上来 这个头部已经成型了 这头部已经成型了 这个反弹要减码了 你看这里是多少钱 知道吗 不要讲这里 不要讲这里 我们讲这里 这里是十几块钱 这里是十几块钱 我不是在唱税股票 我要唱税的话 我就 我不会是这样子讲的 但是因为这个股票 我说因为台北股市里面有很多 涨多 之后 他未来 你反弹 你要留意 要减码的股票 也就是说 你要去买 未来会涨的 而不是已经大涨的 这一点是各位一定要记得 我要带你是买 未来会大涨的 而不是已经大涨 老师 我赚个2% 3% OK 我赚了3毛5毛 OK 不是这样子的 东硕 3272 这个长线低基期 这个昨天我有跟各位介绍过 我说我看的是长线低基期的股票 对不对 可是你看它短线强势 它Q2的获利上升 新一代高速传输技术 使得英特尔的拭目入股 英特尔你应该知道吧 3272 昨天大盘大跌 狂跌 逆势攻掌停 东硕不会指数中硕 逆势强攻掌停板 对不对 今天再逆势再创高 是不是慢慢突破 是不是 这就是我跟各位讲的 各位可以持续看 我当时跟各位讲 划情的时候 大家也是一样 其实有的时候 股票就是你要先买 很多人买不下去 一定要等涨三根之后 难怪人家讲 大涨三日散户不请自来 对不对 难怪人家讲 大涨三日散户不请自来 光药科在工掌停板 逆势股很重要 今天8月11号 对不对 这个都跟各位讲过了 3D镜头 双镜头 包含中国大陆的 的一个商机 那我认为 它第四季 可以陆续贡献营收 807号涨停 今天公布 Q2单季 EPS 1.2亿2元 正式 油亏转营 逆势股很重要 那这个礼拜 大盘从10619 跌破今天 跌到102多 跌到1023几 这些股票 是不是逆势的 今天光药科 是不是再攻 第二支涨停板 过去的滑情 跟各位讲到 未来有机会 还会大涨 可是短线上面 你不用追 不用急着追 观药科 今天是不是 观药涨停 对不对 美其 白纸黑字 市价买进 涨停板 两天两支 开开心心 大盘下跌 一点关系都没有 跌80几 涨停板 不畏指数重挫 逆势 强攻第三支涨停板 再创波段新高 礼拜三 礼拜四 大盘跌更凶 昨天 140点 再创高 今天呢 大盘跌少一点 直接攻涨停锁住 波段四根 涨停板 当然你看到这个地方 24%也好 我说 他还没有结束 但是 美其马这档股票 你看到了 没有做到 没有关系 我强调一次 丁某人常常讲一句话 一切都来得及 下礼拜 大盘已经回补 10250 缺口交代了 你要做的事情 是买8月份 开始起标的股票 而不是缅怀过去 没有赚到 没有赚到也过去了 对不对 所以不管美其马 华琴 光耀科 这些股票 你都看到了 重点来了 接下来呢 我也当很棒的股票 168标股班 要找你一起来预习 好不好 注册好 新学期 新希望 新生招募 不要再想过去 礼拜一 跟我同步进场 168标股班 准备好 让我们一起标到年底 祝大家假期一会 我们礼拜一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险险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接下来 我来自负投资人应独立则